近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名23岁的非裔男子被警察追 举手投降 追到之后投降 仍然是被警察 放狗咬的 7月4日俄亥俄州警方在高速公路上 试图想拦停一架 卡车 卡车为何要拦停他呢 就是说他后面的党泥板是烂了 想拦截他 当然那名卡车司机叫罗斯 23岁的非裔男子 当时是没有即时停车的 警车追了一段之后 罗斯最终停车 之后 突然他又想开车再走 直至最后是被 难停了 根据CNN的报道 看回现场的视频 当时 罗斯下车 高举雙手 试以服从指示投降 当时有一名州的警察 大声多次提醒 当地的警察 他说 他举了手 千万不要放狗 不要放警犬 结果 警员继续放警犬 警犬 走出去 咬罗斯 咬了差不多半分钟 期间罗斯不断叫救命 呼救求救 这位罗斯就送到医院救治 出院之后 被关押了三天 当地警察局说 现在有一个 武力使用審查委员会 在查这件事 结果将会在下星期公布 美国全国有息 人种协会 哥伦布分会的主席 欧森说 这个很明显 是警察很野蛮的行为 他们要求撤查到底 伸张正义 包括要对警察进行纪律处分 或者解雇 这些事件在美国 不断地出现 类似的事件 似乎对有息人种 或者非裔 或者其他 不是白种人 很明显在内心里面 有一种歧视 所以令到他们的动作 似乎出了很自然 看上去似乎种族歧视 在美国 老实说 是根深蒂固 而且是很普遍 很多人都有 在主流社会 是竟然 我们觉得 是接受这个情况 而政府 也没有很具体 真心 很有力的措施 防止这些类似事件 继续发生 第二个话题 就是美国的製造业 虽然美国 不断地製造各种 最尖端的战机 飞机 重型的航空母艦 巡航导弹 这些全部都是最先进的 科技才能做得到的 但是这些全部 我们说的是 美国最尖端的科技 都是 军事装备 和一些高科技 的 组成部分 这些产品 或者是 人工智能 或者是 水平 很高的 软件 这些 毫无疑问 应该是全世界 还是排第一的 但是对于普通的製造业来说 实际上美国已经 失去了太多 而且相对上是很落后 它的产能是很缺乏的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很著名的 比如说 底特律的汽车城 我们不要忘记 美国以前是全球第一大 汽车生产 中心来的 生产国来的 亦是最大的市场 亦是生产最多汽车的 王国来的 现在 底特律的汽车城 变成一个废墟 我们看得出 实际上美国的普通製造业 出现了严重的流失 以及荒漠化 这个不是美国人自己感觉到 全世界 都是 有这个共识 亦都是知道这件事 现在普通美国人一般 生活用的产品 九成以上 都是进口的 包括 随便说 一些 你在桌面上看到的 紙巾 赤紙 衣服 鞋帽 食饭用的餐具 这些全部都是进口的 一个这样的国家 难道我们还可以叫做 製造业大国吗 九成的东西 都是靠入口的 一个这样的国家 已经不是失去了自己的製造业吗 再看 我们不要留意一件事 美国 如果波音公司 做一架波音的飞机 他得回来的钱 可以买8亿件 衣服 相比之下 作为一个商人 製造飞机的利润 肯定是更加之高的 我们不要忘记 美国是一个 资本主义的国家 利益 尤其是在企业界来说 永远是放在第一位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美国已经是开始 放弃低端的製造业 将他的战略重心 转移到 金融 科技 军事 这些是利润高的 行业或者领域 正如上风 昨天 或者昨天已经说了 将一些低端的製造业 转移到一些发展国家 这个其实是美国当时的国策 中国就是其中一个对象 就是将这些生产的步骤 搬进去 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中国 我们举一个最近和最明显的例子 在美国疫情爆发的时候 美国政府要求 3M 3M 大家都听过的 美国公司 要求3M 做多一些 口罩 提高口罩的产量 不够用 但是美国的3M 原来主要是负责设计的 他没有生产 有 他有12条生产线 不过 全部都在中国 应该反映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军事设备其实是很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高端 製造水平的 因为他要求最高 而且要求最高的科技 但是我们看到 美国 很明显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商 意思是说 他的高端製造业 是相当之强 我们在军火设备已经可以看到 怎样强化 美国在2020年 财政年度 他军事装备 出口总额 1750亿美金 同比增加了2.8% 但是他占了全世界的36% 4成的军事出口 都是美国出口的 那军火有多好赚呢 我们看看 美国比如说卖给亚联邮 50架F-35战机 18架MQ-9B无人机 总订单 已经是233亿美金 千多亿 你可不可以做多少件衣服才有 很多人认为 美国的製造业已经是衰落 其实这个是相对的 我们要客观看 是相对的 最尖端的技术和制造生产能力 我们从他的军火业来看 已经是很明显看到他们是掌握的 美国 自己本身现在的国情已经是没有 低端製造业生存的空间或者土壤 在美国如果做一些低端的 在现阶段的 产业或者製造业的话 根本是生存不了的 除非 政府是给他很巨额的 如果没有这些补贴的话 你要资本家 或者商人去从事一些 虧本的生意 这个完全 在美国是不现实的 杀头的生意 有人做 虧本的生意 在美国更加 找不到人做 美国能够做最先进的 核潜艇 航母 导弹 原因 亦都很简单 为什么他们这么蓬勃呢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 第一 正如上峰说 军攻复合体在美国的地位 是无人能够坎同的 差不多是 第二 美国本身 他的国策上 觉得自己是一个海洋大国 是一个世界首位一指的大国 那如何维持这个大国的地位呢 当然靠很大的军事力量 才是能够继续 称霸全球的关键 那怎么可以有军事力量呢 航母 潜艇 最尖端的飞机 这些是必不可笑的工具和杀手锏 所以一定是有生意的 就算你美国人在港的出口没起那么厉害 不出口 他自己国防用 也有很多生意 我们也要注意到 美国国内的军工系统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他有一个伸延的产业链 是很长的 很大的 不只是你看到一个飞机 只是做一个飞机厂 那么简单的 他伸延的那个产业 是很大 在美国的就业人口 跟军工有关系 是达到几百万人 那总统的原因 导致美国政府 不得不 不停的 撥出巨额的资金 是维持 军工的研发 一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第二是他最尖端最强 最强的产业 第三 也是维持他美国国家在世界霸权 核心力量的一个支撑 所以 没有办法争论 就是美国的军工产业 是非常发达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军工产业是发达的 我们也知道 但是美国的普通 製造业的蛋糕就不断地缩细 这个 其实我们看到 是以往 尤其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是美国政府 故意为之 他们本来的策略 在当时 决定就是 自己只是做了一些 很尖端 高利润 产业链的上游的部分 至于那些 纳杂、下游、低端的那些 就外判出去 但是 现在的情况有不同 除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格局 发生了变化 因为有些国家 崛起了 自己只是拿着 做最尖端的部分 如果将普通一些部分 全部外判出去 而自己控制不了的话 这个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安全 格局 政治形势不同了 现在美国要重新 调整自己的製造业的战略 那怎么做呢 现在美国 改变了战略 他寻求通过贸易 税收 投资 技术 能源 等等多种的措施 那就将海外的製造业 希望搬回去本土 搬不了了 因为他的成本太贵 如果那些产业搬不到回本土的话 希望去一些友好 或者是邻近 他可以有影响力 觉得安全的地区 即是去一些友好的地区 或者回来 我们看到从奥巴马 去到拜登 近几届美国政府 都将重振美国製造业 作为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重点 意思就是说 我们经常批评说美国产业不够造船 不得造车 不得什么都靠外面 是不行的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也意识到 他们不是蠢的 他们不是盲的 所以他们也是焦虑的 没什么出声 但是实际上 由奥巴马 一直到拜登这几届政府 是不断 希望重振 美国的工业化的战略 是希望 搬回一些最重要核心的 牵涉到国家安全 或者不可以靠人的工业 去回自己美国本土 或者是一些 邻近的地区 或者是友好 可以私家影响力的地区 那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可以将工业体系的产业联 从其他地方搬走 拆除 或者是想要去的地方 他采取一些措施 包括 进口商品的关税 提供本土产品的优惠 和补贴 就是给补贴 希望吸引他们回来 另外就是用法律方面 就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所谓 就是限制你做一些东西 或者是不给一些技术 用知识产权的保护 卡你的码子 另外他投资基础投资 和一些创新技术 他也扔钱下去 希望掌握一些 最基础和创新的技术 希望用这种方法 重振 美国的工业水平 以此也是减少 他非常巨大的贸易的逆差 最终希望是增强美国国家安全 和美国整体的竞争能力 其实 他们都看到的 不至于 他们都是聪明人 我们都看到的 他怎么看不到 但是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的政策 现在采取的政策 其实 具有很明显的保护主义 和一些单边主义的色彩 强权 硬来的 不合 国际的贸易规则 他也是违反了全球合作发展的潮流 和趋势 你看到他很多关税 打压人 不输出 这些全部 其实是不合 不符合国际的贸易关系 和国际 全球 化的趋势 世界的潮流 这全是违反了 这也引起了很多 贸易的磨擦 地缘的 冲突 还有 他虽然这样做 有补贴 硬把东西搬回到美国 或者有好地区 但是在这个过程 和 他本身的成本是高 会将整个产业链 的成本是推高的 变成了 供应链的弹性 亦 减低了 和成本是增大了 所以我们重新再思考 如果美国不能够走上 比较开放 融通 大家是有得谈的 合作共赢的一条 产业发展的道路 而是一种 就是霸权式 限制人家 他的确是想回流 将工业回流回来 但是用一些 霸道的方法 是对选人 希望选人 利己达到这个 有很可能 他这样做 是不会成功的 他工业化的战略 最后 可能都是空中流角 是因为成本上升 或者是 国际地缘政治的冲突 达不到他本来的目的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是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